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今天是2023年10月11日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的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 已进入第595天 据乌总参谋部战报统计 在过去24小时内,有350名俄军战死 累计战亡人数约28.263万人 坦克被摧毁4823辆 装甲车9126辆 监听则明,偏信则暗 我们要努力看清真相,不能自欺欺人 长期活在假象中 自欺欺人坐井观天 不肯面对事实,一味的逃避 人生失败多远一次 一,先来谈一谈俄乌战况 在巴木特,南亿,安德里夫卡方向 乌军控制了安德里夫卡东面的 阿莱巴斯特罗瓦火车站 乌克兰第三亚苏里的一个突击队 在向T0513公路推进中 遭遇俄罗斯的埋伏 北,俄军再次增兵 并在克里什基夫卡方向发动了全面反攻 场面一度相当紧张 但乌军最终顶住了俄罗斯人的进攻 并在局部发动了反击 继续在克里什基夫卡以北的森林挺进 在东部战线,库巴扬斯克方向 乌军击退了俄军在新基夫卡和伊万夫卡地区13次进攻 俄军尝试突破新霍里夫卡 也被乌军击退了 据俄罗斯人称 他们在马基耶夫卡地区成功推进了1.5公里 俄罗斯人在此战线只动用了第三军的部队 南端的第25军队的大部分部队仍然在潜伏中 俄军并非网上一些挺巫大威所说那样不堪一击 非常时刻 俄乌谁轻敌,谁先犯错 就可能一朝不慎满盘皆输 在萨布尔热科帕尼方向 乌军夺取了俄罗斯在科帕尼的重要阵地 科帕尼西部的涅斯吉里安卡 再往西就是连接瓦西里夫卡战区的T0812公路 乌军正在攻打该公路的一个重要节点 洛布科威 这个胜利很重要 因为整个战区宽度从10公里拓展到12公里 有效扩大了突出部 使得大规模进攻成为可能 新普罗科帕夫卡方向 俄乌两军在村子内的战斗 依然激烈 呈胶着状态 在新普罗特别夫卡村 维尔博维的苏洛维金县区 乌军推进到了距离 俄罗斯龙牙防线不到300米的区域 在一天里 俄军对此发动了11次空袭 乌军也出动战斗机 空袭了俄军阵地 在托克马克一列运送物资的火车 刚刚抵达了托克马克车站 就被乌韩阿泰石油机队发射的海马斯击中 现场发生了巨大的爆炸 在地内薄荷克里米亚方向 乌克兰新款S200攻击了克里米亚 托克一的俄罗斯格鲁吉亚精锐部队驻地 据说至少击毙了21人 伤300人 阿泰石游击队在赫尔松左岸 设计了一次汽车炸弹事件 俄罗斯统一党 辛卡霍夫卡领导人被炸成重伤 送医后不治身亡 但是总体来说 俄乌双方陷入短暂的僵局 绝不可轻视俄军的战斗力 而目前 乌军的进攻力道 也明显不如八九月份了 战争拖久了使人疲倦 只有能够坚持到底的这种双全者 才有可能赢得胜利 不过得道多助是道寡助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这一点我坚信 二 下面来谈一谈以色列的局势 一 哈马斯驻加沙海军副司令 被乙军俘虏 乙军报告称 以恢复对该国南部大多数定居点的控制 但斯德洛特 齐吉姆 卡法阿扎 巴里 雷姆 基苏菲姆和索法等地的战斗还在继续 哈马斯驻加沙海军副司令 穆尔默德 阿布 加利 被海军精锐部队 沙耶特第十三营抓获 二 哈马斯领导人之一 埃曼 尤尼斯被乙军定点清除 在加沙地带 以色列继续进行空袭 以方称他们击中了加沙地带的426个目标 其中包括哈马斯使用的十栋高楼 加沙当地媒体证实 藏身于鲁塞拉特难民营的哈马斯领导人之一 埃曼 尤尼斯的房屋被空袭完全摧毁 他的尸体在废墟下被发现 空袭结束后 乙军必将展开地面进攻 若乙军攻入加沙地带 彻底摧毁哈马斯武装之后 乙方很可能将加沙地带交由相对温和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接管 三、哈马斯攻击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和以色列扎利姆军事基地 参考消息网10月9日报道 据俄罗斯卫星社10月9日报道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下属 武装派别卡桑旅 10月8日成 他们向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 发动了一波火箭弹骑射 从海岸线看 以色列的上空 不时由哈马斯的火箭飞来 以色列则以铁穹系统进行拦截 此外 哈马斯再次出动滑翔伞部队 滑翔穿越40公里 对以色列扎利姆军事基地发动进攻 该基地负责保护迪摩纳战略核电站和以色列南北重要通道 四、哈马斯袭击是以色列50年来最大的安全失败 以色列国防部长表示 战争规则已经改变 我们将削弱加杀 以便他在未来50年里记住这一点 据彭博社报道 哈马斯袭击是以色列50年来最大的安全失败 数百人死亡 数千人受伤 据以色列时报 当地时间10月8日 最新报道 在西伦的巴以冲突中 以色列死亡人数超过700人 至少有2156人受伤 另据耶路撒冷邮报实时报道 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报告称 冲突已至以色列2243人受伤 其中300多人伤势严重 五 以色列国防军为巴勒斯坦平民设立的安全区 以色列在空袭加杀之前 为巴勒斯坦民众提供避难所安全区 避免袭击哈马斯军事设施时 波及到民众安危 以此最大限度的减少平民伤亡 六 以色列音乐节参加者至少有260人 被哈马斯恐怖分子枪杀 环球网10月9日 援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当地时间8日 以色列救援服务组织扎卡称 以色列当地1月节7日遭哈马斯袭击后 现场发现至少260具的尸体 报道称 根据社交媒体视频和参加音乐节人的描述 事发地位于在加沙以色列边境附近 哈马斯枪手向逃跑的人们开枪 并将其他人劫持为人质 但哈马斯否认他们杀害了以色列平民 他们只是处死了度假村的旅游者 从他们的角度来看 这不算平民 260人被枪杀 其中许多人被从汽车中拉出来 并处决塔玛 约纳坦和他们的孩子沙茶 阿贝尔 奥马尔一家四口惨遭灭门 不明人数被绑架 向以色列城市发射了3000枚火箭 杀害了1000多名以色列平民 一名哈马斯袭击者 甚至闯入加沙附近 尼尔奥兹村的一名老妇人家 杀死了他 并用他的手机拍摄了视频 上传到他的脸书上 这就是哈马斯恐怖分子做的事 这就是他们展示 他们野蛮残暴的方式 他们以此为乐 以此为傲 下面摘入一段网友的留言 七 各方对哈马斯恐怖袭击事件的表态 巴勒斯坦呼吁阿拉伯联盟 召开紧急会议 理由是由于以色列 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残酷 和持续的侵略 但似乎没有得到响应 沙特阿拉伯已通知美国国务卿 安东尼·布林肯 将结束与以色列 关系正常化的所有谈判 因为以色列 右翼政府的极端主义 特征破坏了 与巴勒斯坦人和沙特人 和解的任何可能性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 杰拉德 埃尔丹 与这些树木人对话的时代 已经结束 现在是摧毁哈马斯基础 彻底消灭他的设施的时候了 这样的恐怖就不会再发生了 以色列国防长战争规则 已经改变的时候 我们将强大加杀 以便他在未来50年里 记住这一点 以色列参谋长 在他的第一份声明中 现在是战争的时候了 卡塔尔国安米尔称 不让平民流血 让他们免受冲突的影响 并减少冲突升级 是卡塔尔国的首要任务 埃及正在与哈马斯进行对话 希望以人道主义方式 释放被以色列绑架的老人和儿童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外交部 将哈马斯对以色列城镇的袭击 认定为严重的升级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 林赛·格雷厄姆 如果珍珠党参与战斗 我们必须对伊朗作出回应 第一架向以色列提供援助的 美国空军飞机 已经抵达以色列 据媒体报道 援助可能包括铁穹防空系统 SDB制导航空炸弹 弹药 美国航空母舰吉拉尔德·R福特号 以及第12航母战斗群的其他舰体 正前往东地中海 正前往东地中海 以表达对以色列的支持 并协助可能的撤离 哈马斯恐怖袭击事件背后的身影 哈马斯领导人称 伊朗向我们提供了 摧毁犹太富国主义堡垒的导弹 并用反坦克导弹帮助我们 多方报道称 哈马斯曾在普京的批准下 接受了俄罗斯瓦格纳 PMC和恐怖组织的训练 俄罗斯黑客组织杀死互联网 入侵了以色列政府的官网 表达了对哈马斯的支持 并针对以色列发表以下声明 以色列政府 你们要为这场流血事件负责 早在2022年 你们就支持了乌坎的恐怖政权 你们背叛了俄罗斯 今天杀死互联网正式通知你们 以色列所有政府系统都将受到我们的攻击 关于哈马斯和以色列此次冲突 有历史的夙愿 有宗教的对立 有仇恨的叠加 像个死结 直言片语 怎能妄断是非 但无论如何 针对平民的袭击 都是不可原谅的 作为人 首先要有人性 对立